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懸崖的 這看起來根本就像是火影的土盾 紅木盾 訂閱分享小鈴鐺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肉身小教室來到終極篇 這個終極篇是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也發現到說其實到中間後面 沒想到還有這麼多可以玩的地方 首先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島嶼的改造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進行島嶼改造呢 首先我們總共有四個設施可以升級 一定要升到最高 就是那個護鎮事務所 就是有狸貓社長的那個服務處 你要升級到最高 然後那個捐額的裁縫店 你也要讓他順利開成店面 然後你的商店也要開成是大件的商店 然後再來是你的博物館也要開起來 就這四個開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你就要去找那個社長 你問他他會要求你呢 蓋露營地 你就要去搜集露營地所需要的設備 然後把露營地開起來以後呢 就開始會有外面的居民開始住到你的島上來 那當你的島上的人數呢 到達了好像八位吧 左右我記得應該是八位 八位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開始有島嶼的評價了 好那我們先跳到這裡來看喔 就是一開始這個地方呢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露營地 你蓋好如果有人進來他就會在這裡搭帳篷 那他來這裡搭帳篷的時候呢 社長就會要求你去跟他講講話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邀請他到島上來住 那他要不要來島上來住 有一些他會直接過來島上住 有一些不會 有一些他會問你說 那不然你跟我玩遊戲 你玩飲了我就來 那外面居民會不會來露營呢 是隨機的 就是你可能每天的時間 在廣播的時候他會通知你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跟他玩什麼遊戲 他要我來拆卡片 紅色或黑色 這真的隨機 我真的隨便拆的 OK我拆飲了 所以他就說他會來住 那他只要島上開始來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找西施惠 那西施惠他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你現在島嶼的評價是怎麼樣 OK我的新住民吸管 一個青蛙的吸管 OK好那我們到那個服務處呢 護貞事務所我們就來找西施惠 我們來問他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現在已經有島的評價這個東西囉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那我們現在的評價是什麼 OK 就是他會有自然環境啊 居民啊這些什麼之類的 那我現在二星 一開始一星你會變成二星 那你要怎麼樣改善你島嶼上的評價呢 你就要聽西施惠給你的建議 他就會建議比如說 你這裡是不是太亂了 或者是我覺得應該要更多花 應該要怎麼樣啊 那你聽了他的建議你去做這些改善之後呢 你的評價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西施惠的意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像他說啊我覺得島上的東西擺到處都是好 那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好那我應該可能要去整理一下我的島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因為我確實都會把資源放在島上喔 也會把家具放在島上 因為我以為把東西擺在外面是可以增加他的那個品分 所以我就很快速的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收起來了 那當然我們在收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不免遇到你的包包已經滿起來 所以就趕快回到家裡把所有東西全部都塞在家裡 就是不要把它擺在外面全部都塞在家裡就好了 對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塞一個一個擺 把所有的東西你能塞你能擺都放進去 然後呢我們就去商店 因為他需要有一些自然景觀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這個植物啊 可以種的植物啊一次還可以買五個 我覺得是一次就給他多買幾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想說那我應該是只要一區種就好了吧 然後呢他這個評價呢 他好像沒有區分區域 就是你沒有一定得規劃的多好 就是你有種就好了 如果你是為了要得到這個島嶼改造的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一個地區你就種 其實隨便種位置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的沒錯 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種花了 隨便找地方開始種 種種種種種種種 隨機種 然後呢種花就要交花嘛 他才會長嘛 那其實我非常推薦大家在這個 還沒有這個 因為傳說中的這個金水壺 好像也是要到五星才可以拿到 那在那之前呢 我還蠻推薦大家用我剛剛用的那個大象的那個 他一次可以交蠻多的 好我現在就又來問西施惠說 我這個現在是怎麼樣的情況了 好他應該在講旅遊吧 但我是沒找到他啦 然後他就會給我 他說啊打完環境越來越好了 然後他說我在園藝方面可以放更多的花 所以我就會想說 欸所以其實我種的還不夠多 那我可能要再種多一點花才可以 好 看來我是還是得要再繼續去買花了是不是 OK然後他說東西擺到處都是 所以我又把我外面有一區有一些 這個 傢俱都收起來 我想說 喔可能是 他擠的可能是這個吧 好我們這裡就快轉 放放放收收收 放放放收收收 收喔對然後我還發現說 也有可能其實是這些資源 因為他剛剛提到說不要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資源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家裡 然後再去花店買一大堆花 幾乎每一種花我都給他買五個 所以買起來可能有三四十多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有五八四十 可能四十多 好 好我們再沖 沖到地方 狂種 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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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種完以後呢 然後就給他來一個瘋狂澆水 這大象的澆水器我覺得不錯 因為他算是一個弧面的喔 就是可以 因為最原本簡陋的澆花器 灑水器就是 他是一字成澆一個 效率太低了 好我們就來澆花 澆的太開心心了 好 然後接下來再去問西思惠 過了幾天之後 就去問他說 欸我現在導的評價怎麼樣 果然 如我所料 就是照他的意見走 你就變成三星了 然後現在已經是三星的情況下呢 然後 欸 你就會看到社長 他就會說 欸 收到了好像是KK本尊寄來的信 然後超級驚訝 KK對人三百獎好像是 跟神一樣的偶像一樣 我們所有買的所有的專輯 在裡面買所有的專輯 全部都是KK做的 然後就是 喔KK終於知道我們的存在 所以 所以KK要來島上唱歌要怎麼解鎖呢 首先你導的評價也得要到三星才行 所以其實島嶼啊的改造 島嶼的評價跟KK本人會出現 這是三位一體的 就是它是同一個主線上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 你想要KK到島上唱歌 你就必須要達到島的 你的島嶼評價三星才行 沒錯 所以 呃 我大家也發現 其實我現在這角色有點不一樣喔 就是這些主線呢 其實一定要經由 島嶼代表來做才可以 因為其實我是先 由另外一個帳號開起來的 所以你只要不是島嶼代表 你是沒有辦法接觸這些主線任務的 好 社長就撥了通電話給KK 對於他們來講 有如大明星一般的KK 他竟然可以想要 打給他就打給他 社長其實也是 後台應該蠻硬的 OK OK 所以這個他們 他們就要來 KK這個歌手禮拜六就要來唱歌 就是隔天 所以呢 他講完這一段主線的劇情的話之後呢 到了明天 KK就會來這裡唱歌了 那KK來這裡唱歌 對我來講也是一件非常驚訝的事情 好 OK到了隔天 好現在他就說KK要來唱歌了 大家可以去聽 然後呢 緊張的事情就來了 好非常感謝各位來喔 對我這裡真的沒想到我這裡來了 所以我決定要唱給大家聽囉 我就想說應該也就是一個正常的演出吧 沒什麼特別 結果沒想到 非常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說 欸幹怎麼變那麼黑 但 他一唱歌 就 就 就變成了 就開始跑那個工作人員名單 我就想說天啊我破關了 KK的出現等於一週目耶 所以因為我不想 我想說不想要讓大家破太多個 所以就是大家有經歷到後面那個歌他還唱什麼 就是你們玩到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直接快轉 好那結束了KK來唱歌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擁有 島嶼的 島嶼改造的這個能力了 社長就會跑來跟你講話 他就會說 啊是不是還不錯啊 這個島啊 現在能變成這個樣子啊 多虧你啊 然後他也會把剛剛KK唱的這首歌送給你 然後他就會把這個 島嶼改造的APP傳送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擁有土木改造的這個能力了 沒錯 好 他是不管哪一個你這個主機的帳號 不管哪一個他都會特別去你家 都會跟你說都是因為泥水島嶼才可以這樣 感覺好像跟每個人講同樣的話 好島嶼創作家 我們現在手機裡面已經有這個東西了 真的是不得了 因為我前一陣子在網路上看到日本瘋狂的玩家 他已經把整個島嶼變成溫泉街 然後我就想說這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我也下了一般功夫 我現在也可以是島嶼創作家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島嶼創作家是怎麼玩這個東西的 好首先我打開APP 點這個島嶼創作家 他可以從離端機兌換一些新的服務 那詳細的他也可以整理 就是把你周邊的東西一次清理乾淨 然後我就想說好我先看施工好了 然後他申請許可證 他就會戴上很可愛的施工安全帽 這個我覺得這個超級可愛的 就是他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我們做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室內設計的時候那個塞壺用 他都會講XIAGE 這應該就是XIAGE吧 就是你知道修整啊開始 塗水泥的那一種啊 你等於說你就可以開始把你的地板 把你島嶼上你就可以鋪設的道路了 那當然網路上已經有很多你可以下載QR Code 可是他就必須要進到 他就必須要進到我的設計一張一張貼 可是他是可以選擇我的圖案直接貼的 就是速度上就是節省很多 那我們也可以在那個兌換機那裡 ATM那裡呢換到對海 就是這個 河流的跟那個土木的 做這個許可證 我們也可以兌換 那下面就會多兩個選項了 那我的設計裡面呢 其實就是跟現在網路上掃的一樣 你也可以掃下來 你也可以用 只是你沒有這個島嶼創作家的話 你就會變成是你要一直點進去 他貼地板的速度會不慢 然後這個我覺得是他的動作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你只要按A 他就會開始塗地板 你再按A他就會把它撒掉 然後呢如果你在方形的地方啊 按下A的時候他塗上去 在方形的D你已經塗好地 按一次的話他就會變成圓角的 就像這樣 對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個圓形的地方啊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然後接著呢 我也試著把我的設計用上來 就跟對 就跟剛剛我們說一樣 他其實就是跟一般的直接貼圖一樣 只是他的速度比較快 不用一直點進去按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懸崖的 這 這看起來根本就像是火影 土盾 紅木盾 就你可以直接懸空的蓋起一個高度 然後你再按一次他就會把它打掉 沒錯 這感覺整個已經是另外一個 就是接下來更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改造這個東西 然後我再試一下這個河流開發呢 他就是直接挖 可以直接挖一個洞 直接填一個洞 那一樣你在角落的地方 再按一次的話他會變成斜角 但好像只限一邊的樣子啊 我剛剛試好像是這個樣子的 你就可以在你自己家門口蓋一個河流 你可以把你自己家改造 你可能也可以甚至也可以做出瀑布了 但這個詳細的功能呢 我自己也會再多多嘗試 但總而言之呢 除了這些收集的東西 連土地都可以改變 讓整個遊戲的可變動性變得超級超級大的 好的 那今天呢 分享的這個 島嶼改造啊 評價啊 還有KK的出現啊 都是讓大家在中後期 大家收集到現在這個狀態 後面還可以再繼續玩的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呢 跟還有沒有說好的地方呢 其實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讓我們的影片變得更有質感 變得更好玩 那就感謝大家看這麼長的影片囉 如果有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喔 那就這樣啦 掰掰 訂閱分享小鈴鐺 給喜歡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給不喜歡的你第一手最討厭的消息 謝謝大家